今天我们来修一台蛇无符 那很多人肯定会问 这么新的机器蛇没上市多少时间 为什么要选择在外围区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来看一下 显微镜下面我们来看 左下角桌里 睡了一点点客服检测的时候 是能为损坏导致了无符 需要花3299进行更换 整个背壳带主板 就是价格太高 因为这个也不是什么很重的摔 就睡了一点点 然后导致了无符 其实如果它摔的话 导致这里不睡的话 那这个机器客服肯定是免费维修 但是睡了 只要是能被客服眼睛看得出来 人为了这种 都要自己发钱维修 但这个价格太高啊 拆出主板 我们来看一下 哪里损坏了导致无符 拿出主板观察的时候 还好啊 这个纸是明显被撕过了 我们先把它撕掉 后面这个也给它撕掉 撕掉之后 像这种呢 我们只能对它进行分层看一下 是摔掉点导致的无符 还是虚焊导致的无符 因为 应该是没有修过 像这种呢 贴子 它还在 这如卢老师所说啊 像这种卖手机是不正前的 配件和人为的保外的这种是最正前的 我是你个拐 你这个招老头子坏的 分层之后发现我们是比较幸运的 为什么说比较幸运呢 只是一个虚焊的状态 一个点都没掉 我们用眼睛怎么判断虚焊 我们来看一下 白色的区域啊 是正常的 我们加温之后分离的锡 虚焊的区域 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发黑 而且这里发黑的这些锡 都是碎裂的 各种纹路 各种纹路 各种规格 都是不同意的 裂子一碰它是碎的 像这种 那这种的就是虚焊 发黑 发碎的这个区域是虚焊 然后这个只要我们对它进行重新 直锡 之后 它这个无符无功能就会解决 那我们看一下这客户要花3299 在我们这里要花多少钱 如果我们进行重新 就可以修复这个的故障的话 那就是成本的 不需要花成本 一定要把这些氧化的黑点 露量 露量 单单露量下层没用了 上层也要露量 等一下 所有氧化的点 我们都已经处理完毕了 我们准备开始直锡 我们开始直锡 直锡我所愿的温度 为138度 好我开始直锡 直锡的温度是 用138度 那很多人肯定有疑温了 有一些是180多 为什么要用130多 就跟我们的这个修复的工艺有关 我们是从上层加热 锡我们是直在下层 然后我们贴合的时候 我们是从上层加热 因为现在没有加热平台 如果有加热平台 我可以用圆锡 但是现在没有 如果我们下面用183度了 然后我们在上层加热的时候 上面温度达到183度的时候 下面锡是不会画的 上面要达到200多度的时候 下面183度的锡才能画 因为它是中间改了一个板 然后这样子会导致上面芯片会爆锡 所以我们要用138度了 如果下次有加热平台了 我们在下面加热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用183度的锡了 下面因为直接加热这些锡球的话 就不会导致爆锡 好我们开始先刮锡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锡吹成球 这个时候也是最散心悦目的时候了 这些发黑的是锡 我们扣上风箱之后 它就会变亮 OK let's go 仔细完毕 接着我们就是上风箱贴合 就完成了整个操作了 我们开始上风箱贴合 上好之后 我们现在直接进行贴合 贴合完之后 我们直接上电看一下电流情况 是否有短路漏电大电流的这种情况 我们先上电 上电电流正常 那我们按下开机键 看一下开机电流是不是正常 开机电流也正常 我们就可以装机测试 再拍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家请不吝点赞 问题没那么简单 不仅仅是中框虚焊 还有其他的问题 好现在我们从这里能看得出来 就是信号双卡 满格5G正常 这个机器一开始 从那个中框下沉虚焊的现象 我以为这个机器就是重止一下 它就能好 但最终它不是这样的 我想拍一个凝成本修复的 但是最终花掉三张 花掉三张 搬那个下沉 搬那个下沉不是说搬完之后就结束了 但是我肯定要寻找下沉的问题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是下沉有掉点 搬完之后可以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全面的排除下沉 排除下沉之后 我把框拿掉了 它也没掉点 最终一直查一直查 查到后面发现一个电容短路 正好又有几个粉丝 又有几个也是轻轻的磕碰了一下之后 无服务的 然后正在发来的路上 如果是同一个电容 或者同一路供电的电容短路了 那接下来蛇轻摔之后 导致了无服务通病它又来了 那现在我就先不说哪一路吧 到时候就是在有这个机器的时候 我超过时间再拍一个 直接修电容就能好了这种 好 再见